这个女老师为了开车 竟在所有学生的食物里下东西 男孩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味道 可由于老师紧紧盯着 她只好从杯中喝了一小口 等到老师心满意足地离开 男孩才急忙把水吐了出去 好在她只是含着并没有喝下 没过多久 学生们就都睡着了 女老师急忙把窗帘拉开准备开车 但却不知男孩并没有睡觉 趁着两人开车的功夫 男孩直接用棍子调走了两人的衣服 来到外面把衣服往火上烤 当老师意识到不对时 衣服已经被烧光 愤怒的两人在后面追赶 男孩则一边跑一边大笑 他为自己的大作而沾沾自喜 在不知不觉中 男孩冲上一节空闲的火车 可突然看到的一幕 却让他大吃一惊 原来他恰好撞见行凶的命案现场 男人发现后也是拿起武器准备开枪 还好被另外一个同伙阻止了 他挥手让男孩快跑 直到男孩吓跑后 他转向同伙说道 不过就是个小屁孩罢了 可两人怎么也没想到 那男孩竟再次跑了回来 并且手中还戴着一只金耳环 这只耳环也正是领合饭男人身上的 原来耳环正是两人处理现场时 意外摔出来的证据 作为对男孩的谢礼 男人给了他平八二年的茅台 男孩咬着牙一口闷掉 男人问他的性命 然而男孩却沉默不语 男人看他喜欢沉默 于是就给他起名叫莫 听不关键话 那就叫莫 叫什么 林莫 从现在开始 男人就是林莫的师父了 而师父的工作也不简单 他们为一个名为笑脸的组织而工作 专门为组织作案后处理现场 但有一次却出现意外 因为时间用得太久 不料被警察撞减 组织为了保守起见 第二天就送师父领了盒饭 林莫愤怒地想要复仇 从此每晚他都会出现在命案现场 来追寻笑脸组织的痕迹 然而笑脸不但从未现身 即使是发布命令 都用暗号分别寄给某人 哪怕林莫着急找出凶手 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 而且他还需要隐藏自己的身份 于是他来到学校应聘 他白天的身份是一位化学老师 可今天第一天上班 教导主任就递过来一个垃圾箱 还莫名其妙地说了句 这个班的学生 不惜人 因为这个班级让很多老师都辞职了 主任告诉他即使在上课的时候 也不要把头转过去 因为不小心就会丢掉性命 就当林莫转身在黑板写明时 这才想起刚才主任的忠告 当他转身时身后却突然出现两人 林老师 啥力不舒服 我要带他去医务室 还好只是有人不舒服 看来学生们也不是很可怕 林莫于是开始认真讲课 然而他却不知道有陷阱正等着他 接着女学生又急匆匆地回到了教室 表示说同学昏过去了 林莫赶了过去 想要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不料学生领着他去了实验室 仔细观察后 却发现那只是一具玩偶 这时学生们已经从外面将房门反锁了 他叫学生们赶紧开门 不料外面的火盆被学生们点燃了 烟雾一直向房间里扩散 学生们总算原形毕露 他们再次成功让新老师受到了教训 可谁曾想 他们的老师也并不简单 林莫慢慢定神 做了个深呼吸 四面八方的味道都逃不过他的鼻子 林莫凭借着远超一般人的嗅觉 不久就发现了几个实验瓶子 然后就是打磨 外面的学生们还在欢呼雀跃 就在这时 只听到了一声巨响 门锁上突然炸了个大窟窿 客室门也随之坠落 而在烟雾缭绕间 走出一位冷静的化学器材 想学的 跟我走 从那时起 几乎常人的嗅觉不但能自救 而且也能为他人讨回公道 这一天 小美和一个戴牙套的心声发生了矛盾 表示自己的钱被偷走了 就藏在她的柜子里 不过牙套妹却一脸委屈并没有承认 林莫将鼻子凑到衣柜前轻轻嗅了嗅 直接揭穿了小美的把戏 因为柜子中的护手霜味道 和小美身上的味道一样 很明显小美提前动了这个柜子 想打开一个人的柜子也并不是很难 每一个锁柜中都有相同的锁 只要提前把自己的锁给对方 等四下无人的时候再把钱扔进去 接着再换回锁 一场天衣无缝的嫁活大戏就此完成 小美手上的锁已经证明了一切 她只好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 林莫又一次在一片叫好声中从容离场 可她怎么也想不到 可爱的牙套女孩 嘴角带着一丝诡异的笑容 原来她真正的身份 不仅仅是一个学生 即使是下一次相见 还险些害死了林莫 而林莫在晚上执行任务时 她都要在自己的手上涂三层油 只为不留一点痕迹 她化身成为消除罪证的青道夫 无论何时接到笑脸组织的指令 林莫总是抢在警察之前到达命案现场 并且以最快的速度 消除现场的一切罪行 即使是这样显而易见的谋杀 她都可以靠着细微的操作 完全改变现场的一切 林莫不慌不忙处理死者受伤的指甲 接着用她的鞋子把鞋印留在椅子上 然后选择跟伤口一样粗细的铁丝 绑在屋顶的上方 很快现场被她完美地改成了自杀 在离开之前 林莫还没忘记把死者的宠物猫给放了 防止齐铁事破坏现场 然后她又很聪明地将室内门反锁 等警察找到尸体的时候 也天真的认为是死者自杀 不过林莫虽然行事谨慎 但却发生了一件让她意想不到的事情 这天她赶去现场时 竟有人故意堵车拖延时间 哪怕是她绕路走 在半路上还遇到了被困在轮椅里的老人 无奈之下 林莫只能下了车为老人解围 可等她把车开走后 那老人居然从椅子上挺直了身子 她拔出了轮椅把手 竟有一把锋利的匕首 当林莫抵达任务地点的时候 刚刚从死者身上找到了一张花店的名片 警察就把这里团团围住了 还好林莫很激烈 她把玻璃砸碎了 造成从窗户逃走的假象 然后在警察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迅速逃走 不过她虽然从警方手中逃脱 一路上也避开了所有的监控 但还是被一辆行车记录仪 拍到了自己的面容 更让林莫没想到的是 一眨眼的功夫 她就成了全程的通缉犯 毫无疑问她变成了替罪羊 只因为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一把匕首 而上面带有林莫的指纹 这一切都是之前的老人干的 林莫恍然大悟 自己已经被人下了圈套 或者说她在组织里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而笑脸组织是要利用警察将自己灭掉 为了自证清白 林莫决定对这场任务展开调查 然而她现在唯一能找到的线索 就是之前捡到的花店名片 林莫按照地址找到了这家花店 这时花店老板娘出现了 奇怪的是林莫竟嗅到与昨晚同样的香味 然而就在两人说话之际 老板娘却忽然对林莫说 我在你的饮料里下了东西 林莫瞬间跌倒在地 当她醒来时 却发现自己已经被捆住了 老板娘表示警察已经找到她了 而且还把林莫列为首要嫌疑人 原来老板娘正是死者的老婆 她要为自己的丈夫报仇 林莫无奈没办法 只能将自己是位笑脸组织做任务的身份说了出来 以证明她并不是凶手 可此刻 有顾客突然光临花店 老板娘不得不出去接待 然而当她刚走出去不一回 林莫就已经摆脱了束缚 重新获得了行动的主动权 可偏偏再次有顾客上门买花 这一次轮到林莫招待顾客了 然而进门的女人林莫却认识 她正是自己般的转校生涯套妹 原来她是专门来向林莫道谢的 所以这才来到花店为林莫买花 买花 突然林莫被牙套妹偷袭 看着玻璃上又细又长的血痕 这与师父遇害时一模一样 林莫恍然大悟 牙套妹正是来自笑脸组织 自己一直想要复仇的凶手 由于林莫被牙套妹偷袭 也导致自己在战斗中迅速败下阵来 幸运的是老板娘及时赶到 并且利用杀虫计 直接就把林莫救了出来 林莫终于找到了凶手 你觉得她会复仇成功吗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喜欢视频请点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这个从不写字的女孩 此刻却写断了90根签笔 老师一头雾水地走了过去 出乎意料的是 女孩竟在白纸上 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 老师让她别写了 可女孩非但没停下 反而越写越疯狂 老师无奈只能收走她的纸 可从这一天开始 女孩仿佛就变了一个人 总是站在操场上仰望天空发呆 就连老师喊她都无济于事 可到了晚上 女孩却忽然消失了 老师找来找去 最后发现她在学校的地下室里 她此刻满脸苍白 而且将之前未写完的数字 全刻在了一旁的门上 并且还在不断地念叨 赶快让一切停下来 接着女孩就被学校送到了疯人院 50年的时间一晃而过 这天学校举行了欢迎会 欢迎入学的新生来临 校长决定把陈从50年的时光舱拿出来 里面全是第一批学生 对未来憧憬的画作 校长将图画作为礼物赠送给新生 有些是画未来火箭的 有的画的是机器人 但小帅却拿到了一幅古怪的图画 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一些奇怪的数字 小帅不明白这些是什么意思 但他觉得这些数字可能有特别的意义 所以回到家以后 小帅拿着那张画去问父亲阿伟 看着上面的一大堆数字 阿伟也不清楚数字的含义 为了能解决儿子的疑问 他还是想尝试破解一下 毕竟阿伟可是天文学的教授 他最擅长的就是计算和推测 接着阿伟随手抄了一串数字出来 在调查后阿伟恍然大悟 开头的数字似乎是一个日期 接着便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出乎意料的是 这一天正是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日子 在这次灾难中丧生的人 刚好与日期后的数字相同 这也太巧了吧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 阿伟连忙把剩下的几行数字都给记了下来 按照这些数字的日期开始上网查询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里面的数字正好对应着每一次的大灾难 而且伤亡数字也一样 这让阿伟大吃一惊 因为这张纸是来自50年前的 写这张纸的学生又怎么知道将来的灾难呢 阿伟便将这件事跟好友约翰说了一遍 表示里面还有三大灾难尚未出现 而第一次的灾难将会在明天到来 到那时将会有81人伤亡 但约翰却觉得阿伟是在胡扯 接着他质问道 死亡数字的后面又是什么意思 可阿伟也一时回答不上来 但他确信数字绝不可能是偶然的 他要约翰帮助他找出下一处受灾的地方 也许这样就可以阻止灾难发生 然而约翰却并不信任阿伟 甚至还觉得他疯了 无奈阿伟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回到家便一直等着电视新闻 他要确定这场灾难是不是真的 过了零点整 他便看起全球各大新闻频道 可他看了一页的新闻 也没有看到任何灾难的报道 阿伟以为自己想多了 然而当他驱车前往公司的时候 道路上忽然出现了交通堵塞 在堵车的时候 阿伟打电话给了约翰 他向约翰表示歉意 告诉他不要和自己生气 还有那个预言也是假的 并未出现什么大灾难 就在这时 阿伟看着导航上的经纬度 这个数字怎么这么眼熟 他连忙拿出纸条查看 果然在纸上发现了 和导航一样的数字 原来死亡数字之后代表经纬度 要是那样的话 阿伟目前所处之地 正是这场灾难的地点 会不会是前方出了车祸才堵车呢 阿伟连忙下车出去查看 经过询问才知道 前面真的出车祸了 还好没有人受伤 但警察的话才说完 看到前方的情况下 立马拔腿就跑 阿伟回头看了一眼 看到一架大型飞机 笔直地朝地面坠落 接着在不远处发生了爆炸 阿伟没时间考虑太多 第一时间赶了过去 此刻雨势变得更大了 然而并不能熄灭那无情的火焰 此刻阿伟还未来得及时久 紧接着又一声爆炸 跑跑的乘客都在一瞬间化为灰烬 阿伟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很是自责愧疚 如果自己早点想到这些数字 知道灾难发生的位置 也许就可以阻止这一切 当他回家的时候 阿伟看见了电视里传来的灾情 而伤亡数字正好是81人 为了不让灾难重演 阿伟决定要改变一切 首先要做的就是 找出那个预言的学生 他知道灾难会发生 或许他能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 接着阿伟找到校长 询问写数字的学生 校长告诉他 是一个名叫珍妮的女孩写下的 而这幅画也是被他当年亲手没收的 但很遗憾珍妮已经去世两年了 但好在他有一个女儿 说不定他女儿能看出点什么来 接着阿伟按照校长提供的地址 很快就找到了珍妮的住处 正好看到珍妮的女儿和孩子外处 就这样他跟着女人来到博物馆 一次借机与他聊天 简短的对话之后 得知女人的名字叫朱莉 而且还和阿伟一样单身带着孩子生活 两人聊得谈笑风生 可当阿伟提起他母亲时 朱莉却是一愣 接着愤怒的就准备离开 阿伟连忙拉住了朱莉 并说他的母亲能预知未来 有一个大灾难已经发生了 而明天还会有另一个 那将是200条人命丧生 他想让朱莉帮助他 想办法制止这场灾难 但朱莉却告诫阿伟别再来烦他 说完就带着女儿走了 无奈阿伟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他在数字中得到了暗示 很快就发现了下一次灾难的地点 阿伟给警局打了个电话 表示明天将会有一场灾难 想让警察尽快关闭那里 接着便匆匆地挂了电话 隔天阿伟担心地来到灾难的地点查看 意外的是警察并没有封锁现场 阿伟警惕地打量着四周 害怕灾难会突然大获临头 他就找到了一个行迹可疑的人 四目相对后 下一秒男人拔腿就跑 阿伟则紧随其后 此刻可疑的男人跑上了列车 警察连忙拔枪示警 阿伟表示他很有可能就是恐怖分子 警察警惕地缓缓靠近 可谁曾想男人并不是什么坏人 他就是一个卖路向带的 可就在这时 隧道有辆行进的列车拖出轨道 朝着阿伟的那辆列车撞去 阿伟连忙让大家赶紧逃 但为时日然 还是有不少人没能及时拖起 被急驰而来的列车撞倒 巨大的冲击力 请客间把车站移为屏蔽 果然灾难还是来临了 还好阿伟逃过一劫 当他回家后 朱莉却忽然来找他 表示自己会想办法阻止灾难发生 原来他之所以不喜欢母亲 是因为母亲曾告诉他 他会在今年的10月19日出车祸而死 也就是在三天后 可朱莉还是不肯相信母亲 当他听到地铁出事的消息后 最终还是相信了一切 不过让两人疑惑的是 写在纸条上的最后一行 却只有10月19号的日期 不仅没有确切的位置 而且也没有伤亡数字 而是用两个字母一代替 为了找出真相 他们来到母亲的老宅寻找蛛丝马迹 阿伟的目光被墙壁上的报纸吸引住了 上面贴的都是各种大灾难 两人查半天始终没发现有用的东西 正当阿伟要走的时候 忽然他在床底下发现了一堆石子 阿伟趴下查看 出乎意料的是 他在里面发现了许多数字 阿伟准备将床板抬起来 可看到里面后却大吃一惊 天后的灾难会让地球上的人类全部抹去 就在这时 外面忽然响起了喇叭的声音 两人急匆匆地跑了出去 原来是儿子不小心按到喇叭了 接着他表示自己刚才与妹妹坐在车里 忽然有个陌生人出现要把他们带走 警惕的阿伟顿时四下打量起来 果然他察觉到了不对 那人正在附近 阿伟连忙掏出了一把手枪 让朱莉把车子锁上 接着连忙追了上去 但不料逃跑的男人却停了下来 阿伟询问他是谁 但神秘男并未回应 他慢慢地转身目光紧紧瞪着阿伟 紧接着张开了嘴 一道强光从他的口中飞出 阿伟本能地捂住了双眼 可等他反应过来时 神秘男已经不见了踪影 他不明白为什么神秘男要带孩子们走 但阿伟有一种预感 神秘男或许与灾难有关 而朱莉也表示最近被人盯上了 不愧就是那个神秘男吧 可如今当务之急 他们要尽快破解最后的预言 但在朱莉看来 最后的数字很可能是母亲胡乱写的 毕竟那是母亲已经精神恍惚 朱莉仍不愿意相信大灾难降临 他是真的想不明白 到底什么样的灾难能摧毁整个人类 但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小帅在睡梦中睁开双眼 周围传来了说话声 小帅吓得起身查看 出乎意料的是神秘男再次出现了 小帅被吓得全身冷汗 接着神秘男对着小帅背后一指 房间的窗户就亮了起来 小帅似乎已经像被控制住了 他下意识地走到了窗边 见到外面的世界都被火焰吞没了 与此同时动物们也在哀嚎 当火势继续扩大时 整个屋子也将要烧毁 此刻阿伟耳边传来一道叫声 他赶紧上楼去看了看 看见儿子正蹲在屋子角落里哭泣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小帅做的噩梦 阿伟安抚儿子不要害怕 可此刻 阿伟却发现神秘男的身影再次出现 他连忙拿着铁棍追了出去 没想到神秘男再次消失在树林中 第二天早上 阿伟忽然看见朱莉的女儿正在画画 他问女孩在画什么 查看最近太阳的数据 这才查到上个月的太阳出现了反常现象 计算了一下后 阿伟总算是明白这场灾难的原因了 如果他计算正确 那么太阳极大程度将会喷发超级要斑 那样地球上的臭氧层将会遭到破坏 当臭氧层消失的时候 一切生命都将在寝客之间灰飞烟灭 阿伟此刻彻底坐不住了 他必须得在灾难发生之前 尽快地想出拯救全人类的方法 阿伟很快就和朱莉说了这件事 朱莉提出要带着两个孩子去防空洞避难 阿伟无奈地答应了 在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前 他也只能这么做了 接着两人便回家收拾行李 然而在动身之前 阿伟注意到了儿子的不对劲 小帅正在一张白纸上胡乱写着数字 就像当年朱莉的母亲一样 阿伟一把抢过那张纸 可小帅却还在继续 看着儿子写的数字 阿伟若有所思 接着他马上驱车去了朱莉母亲所在的学校 他想起了校长告诉他的话 在那张预言纸上数字并没有被填满 剩下的被雕刻在了地下室的门上 或许门板的数字可以破解这场灾难 没多久阿伟就发现了那扇门 他把这扇门拿了回家 朱莉也是一头雾水 他觉得此刻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在防空洞 阿伟则不停地擦着门板 试着找出上面的数字 朱莉不得不独自将两个孩子送到避难所 没多久阿伟把剩余的数字给刮了出来 然而数字的坐标却是朱莉母亲的老房子 但朱莉已经带着孩子离开了 此刻他来到加油站加油 电视上也正报道超级要班的新闻 警察呼吁所有人尽可能地藏到地下室 可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神秘男又出现了 迅速就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 朱莉看到这一幕连忙驱车跟上 可谁曾想他开到一半就出了事 当阿伟发现朱莉时 朱莉已经不行了 果不其然他车祸身亡的预言真的实现了 可如今时间紧急 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回孩子 阿伟匆忙忙来到朱莉母亲的老房子 也是找到了朱莉的车子 可两个孩子却不在车里 阿伟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就在这时神秘男又出现了 阿伟质问孩子在哪 但神秘男依旧沉默不语 紧接着 两个孩子就突然回到阿伟身边 并且他们还各自抱着一只兔子 很快又来了几个神秘人 小帅表示这些人并不是坏人 他们是要保护我们的 阿伟又问了一遍神秘人的身份 但对方依然没有回应 此刻一阵大风吹来 一个发光的东西从天空中缓缓落下 这是一艘外星人的飞船 阿伟见状下的跪倒在地 原来这些神秘人正是外星人 就在小帅拉着父亲一起走过去时 却被神秘人拦住了 原来只有他们选中的人才可以跟着走 阿伟并没有伤心 只要儿子能平安无恙 他就心满意足了 就这样他看着两个孩子被飞船带走 飞船在宇宙中飞行 也有同样的飞船离开的地球 他们似乎在为人类寻找一种新的生存星球 当阿伟抵达市区的时候 他看见街道上挤满了难民 原本井然有序的城市 此刻却是一片狼藉 阿伟此刻也并不在乎了 他要在最后的时间里 回家陪着父母家人一起度过 太阳要般最终爆发 顷刻间整个大地都被这股热浪所笼罩 最后一个预言最终实现 地球上的一切人类和生物全部消失殆尽 但这并不代表人类就灭亡了 那些逃出去的孩子们 或许也能在下一个星球找到生存之地 延续人类之光 喜欢视频请点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从来没见过这么紧张的考试 小林想在这场考试中完美作弊 接着在橡皮上写下了答案 用来传给后座的闺蜜 不料黑板擦顿时朝她飞来 小林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不要焦头接耳 当她把头抬起来时 没想到监考老师正盯着她 看来这下完蛋了 作弊的难度可想而知太难了 时间过得很快 考试马上就要结束了 后座上的闺蜜欲哭无泪 小林一直在等待机会 这时老师昏昏欲睡 打了个哈气 看到这一幕 小林当即出手 她很快就把鞋脱了下来 然后将答案插入其中 接着一脚向后踢去 鞋子准确地踢到了闺蜜的脚下 小林以为一切都万事大吉了 不料老师猛地一拍桌子 忽然起身 简直让人不寒而栗 接着老师直接走向了他们 两人顿时吓得脸色苍白 看来是被老师发现了 却没有料到老师就这么走了 原来他只是脚麻下来走动下 紧接着 两人要立刻抹去所有作弊的痕迹 于是打算换下鞋子 只见闺蜜把鞋子脱下 没想到他这一脚 直接就把鞋子踢到了别处 这脚法简直太绝了 跟中国国族有一拼 而在这个时候老师马上就会经过 中间的鞋子很快就会被发现 这时小林立刻站了起来 一脚踩在了鞋子上 但这样他就必须要面对老师了 他到底该怎么交代呢 还好他灵机一动 操稿纸上要写名字吗 当然要写 接着小林提早交了试卷 正好挡在老师的面前 也是顺利地帮助闺蜜抄完了答案 闺蜜也是在考试中获得了好成绩 小林嘱咐闺蜜一定要保密 然而不料闺蜜却把这件事 告诉了他的男朋友小帅 于是小帅也要小林帮忙作弊 并且会给小林报仇 每一颗会支付3000元 总共有13颗在外加小帅的五个兄弟 一场考试小林就能赚到23万 数额很吸引人 可小林却一口回绝 因为他有自己的原则 可是当他回家的时候 没想到意外在抽屉里找到了一张收据 小林于是改变了主意 其实小林是一名高智商的学霸 但小林家里却过于贫穷 好在这所贵族学校为了招揽学霸小林 甚至不惜为他免去学费 然而谁又能想到 学校里还有高额的隐藏费用 父亲为了不给女儿增加压力 于是便瞒着他承担费用 看着自己的父亲辛辛苦苦了半辈子 小林心里很不适自卫 等他在钢琴旁坐下时 心中也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如果想让这么多人一起成功作笔 那就必须快速地传递答案了 这个方法就是用声音来代表ABCD 那么如何把答案与试题的顺序匹配起来呢 小林于是灵机一动 测验时间为两小时 而试卷有60道题 小林会在第一个小时内写完试卷 然后用第二个小时来帮助他们作笔 每一分钟对应一个答案 接着这群学渣也体会到了学霸的乐趣 小林的高智商也是让他获得了23万 从此事业也是不断发展 在期中考试时 然而这次的考卷却让众人目瞪口呆 不再是统一的试卷 而是将两种不同试卷随即发放 这简直就是一场无法做到的作弊 而且小林还要以一人之力把答案传给30位学生 考生顿时惊慌失措 小林却让大家稍安勿躁 接着他抬起一根手指 表示自己拿到的是一卷 一旁的眼镜男无奈地竖起了两个指头 他的试卷是B卷 而其他考生也纷纷报上自己的考卷 小林很快就写好了试卷 接着用一个指头在自己的头上敲了一下 表示让大家做好准备 A卷的考生也都准备就绪 只见小林的五根手指不停动弹 不同的执法表示不同的顺序和选择 答案在考生之间迅速传递 在答完最后一题之后 十多个一卷的考生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这一幕让监考老师目瞪口呆 接着大家同一时间交了卷纸 顺利遮挡了老师的视线 而小林则趁机迅速地与眼镜男交换了B卷 现在还有二十分钟就结束了 小林抓紧每一分每一秒火速做题 时间过得飞快 一旁的眼镜男也是一脸交际汗水直流 还有十分钟了 不料小林这时的千辛写不出字了 而由于重新装千辛时 不料手艺抖掉了下来 身后的考生都快疯了 此时还有五分钟 小林总算把考卷做好了 接着她假装舒展筋骨伸出手指 表示B卷考生做好准备 接着再次使出执法 由于时间所剩不多 大家都必须在五秒钟之内记住 然后填写答案 再把答案传给其他人 大家都睁大了眼睛 小林手指也是不停地敲打着 此时考试时间到了 然而却还有五道题没有传完 老师看着学生迟迟不交试卷 立刻勃然大怒 但大家还是迟迟没交卷 而小林还在疯狂传答案 在把最后一题传完后 老师啪的一声打在了她的试卷上 小林被吓得紧张窒息 因为她的试卷写的是眼镜男的名字 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好在老师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所有人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双手都在颤抖 他们简直太激动了 小林也是在这场考试中 成功地赚到了九万块 可小林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 她和眼镜男就一起被请到了校长室 原来是有其他人举报眼镜男作弊 因为她在考场总是偷看小林的试卷 于是要求眼镜男重新考试 就在她没有露线的时候 好在监考老师走了进来 把两人的试卷都拿了进来 因为她俩的试卷不一样 也使眼镜男不再被怀疑是作弊 小林这才稍稍松下一口气 然而下一秒又被校长叫住了 原来发现她的草纸上有另一套试卷的答案 小林难以解释 现在铁证如山 最终她的奖学金也被取消了 时间一晃她们就快毕业了 闺蜜想和小帅一起去美国留学 于是怂恿小林也来参加考试 好让小林在考试上多给她们一些帮助 小林一口回绝 因为去美国的STSC考试是全世界最严格的 不过等小林看到时钟时 一个完美的计划再次在她的脑海中浮现 由于STSC考试都是统一时间开始 但澳大利亚与泰国之间的时差却有三个小时 跨国界的考试作弊完全有可能实现 小林随即打算去澳大利亚考试 而闺蜜和男友便在泰国等她传来答案 在考试之前 监考老师会将学生的电子设备全部拿走 但这并不重要 因为他们提前准备了手机 早就藏在了马桶的盖子下 到了八点半时 考试正式开始 小林只用了40分钟就把考卷做完了 接着就需要背下答案 小林负责背前半部分 而助手配合背诵后半部分 随着考试时间一到 两人连忙起身去洗手间 从厕所里拿出手机 然后给泰国的闺蜜发答案 闺蜜和男友果断把答案编为条形码 把它粘到一只铅笔上 面积最大的代表是A 最小面积的代表是D 再往下就是填空了 而此刻楼下布满了人 等着拿到铅笔 然后快速进入考场 第一场的考试都很顺利 然而到第二场考试时 不料出现插曲 因为小林在去洗手间的时候 这里却排了一条长长的队伍 而助手就更糟糕了 在他用手机发答案时 敲门声突然响起 是因为他被投诉 长时间站坑不拉时 考官要进去检查一下 助手冒出了冷汗 一时间让他进退两难 随着敲门的声音越来越响 最终颤抖地把答案发了过去 又匆忙地删除了手机记录 可就当他站起来时 不料马桶盖啪的一声摔得粉碎 这下完蛋了 在绝望中他将手机丢到了马桶里 然而却始终冲不下去 就在这时 洗手间的门忽然被推开了 助手已经完蛋了 小林因此也被波及 当他走进洗手间的那一瞬间 外面也有考官敲门了 表示时间不多了 催他快点回到考场 小林一脸警惕 大脑也在飞快地转动着 无奈只好先放弃传达案 接着他故作平静地将门打开 监考老师看着小林 眼中满事不解 随后便打算检查下马桶盖 好在小林已经把手机藏在了鞋子里 小林心有余悸 还好自己聪明 可就在他转身的那一瞬间 只见助手正在被一个面目猙獰的监考老师拷问 也不知道助手能不能承受住压力 小林忐忑地走进了考场 而此时监考老师正在搜身 他迅速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见到一旁有饮水机 于是便打算用来做掩护 把手机悄悄地放了进去 接着他再次回到考场 第三场的考试即将开始 小林双手都在发抖 他攥紧了发抖的手 来了个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 然后把第二场的答案写在考卷上 另一边的泰国 两人久久没有收到小林的第二场答案 觉察到出现意外 他们也是心急如焚 小林也是在冷静下来之后 很快就把考题打完了 如今由于助手已经不在 他必须把每一道题都记下来 而且还需要背诵前一场的答案 这工作量比原来计划多了三倍 这才多长时间又怎么能全部记住 小林情急之下 手指无意识地在桌子上敲打起来 这是他弹钢琴遗留下来的习惯 接着小林灵机一动 只见他双眼一闭 用音符的声音想象相应的字母 很快就把答案在心中谱下一首曲 这个办法非常有效 这首曲被迅速记录下来 此刻还剩最后一场考试 但由于最后一场考试长达90分钟 等到他达完梯结束时 泰国那边已经开始开考了 他得提前早点离开考场才行 接着小林把铅笔握在手里 然后将他伸进嘴里 最终让自己呕吐 当老师询问情况时 小林说自己生病了 不听老师的警告 然后走出了考场 接着再以饮水为借口 从里面成功拿到手机 等他走到大门前时 不料正好撞到杀气腾腾的监考老师 小林见识不妙 连忙躲了起来 考官听到小林提早离开考场时 瞬间大发雷霆 立即发布命令堵住一切出口 但小林依旧从一扇小门逃了出去 他匆匆忙忙地走进了地铁站 一边走一边传送答案 出乎他意料的是 监考老师就像是幽灵一样紧追不舍 小林迅速换了发型 然后混进了人群之中 这个办法还真管用 监考老师半天也没找到他 距离泰国的考试只剩下半个小时了 他们早已经心急如焚 然而还有一些答案还未发送过来 是因为小林的记忆 被路边的钢琴曲所扰乱 而且由于极度的紧张 小林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刚想要坐地铁回去 结果晚了一步 无奈只好坐电梯回到上面 可考官早就把路给堵住了 小林只能一边回响一边奔走 突然他抬起头来 不料前方是死胡同 现在该怎么办呢 幸亏附近有个贩卖机 他赶紧上前买了点心和饮料 在临时掉落的那一刻 最终小林回忆起了所有答案 马上将其余的答案发送出去 而考官却杀气腾腾地走了过来 还没来得及删除记录 就被老师一把抓住 小林拉的一声再次吐了 考官看到这一幕愣了一下 他的怒气也顿时消除了 平静地让小林回到考场 并且没结束前不许外出 而小林也趁着老师没留意 把手机送给了路上的有缘人 而此刻的泰国 考生们已经拿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全部纷纷奔向考场 小助手由于被考官抓到 最终被终生禁止考试 并且被学校开除 而小林由于中途离开考场 也被取消了考试成绩 但远在泰国的几十名考生们 却1460分的高成绩被国外高校录取 直接走上人生巅峰 电影到此结束 这是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当时这场考试作弊也是轰动了全世界 喜欢视频请点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